另外当然这个我今天 我接下来这个休假 但是这个我们礼拜四 我跟纪大使的世界越来越卢的 这个周波的节目呢 下午一点钟是没有暂停的 我们也选了几个题目 那有一题呢 我们就特别谈一下 这个华为的基础算力 我们讲到很多很多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展现在方方面面 包括经济的 包括军事的 包括文化的 人才的各式各样 那其中我觉得华为 也是一个中国力量 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那华为云端呢 跟这个蒙古的这个 这个荷林格尔 不是汉啊 叫引号放在这边 荷林格尔资料中心呢 计划在这个内蒙古 荷林格尔新区要开工 那伺服器的装置能力 将会超过100万台 然后华为会变成 这个北方区域 最大的云端资料中心 另外其实内蒙的呼和号特很大 他已经是这个进到大陆的 这个算力城市的前15名了 那我们台湾不是有讲 什么北电南宋吗 什么北水南宋吗 缺水缺天的时候 你知道大陆是东树西算 我觉得这名词也蛮有趣的 东树西算 大家知道算力 算力就是计算能力 那现在什么都要靠算力 小到我们的手机 大到航母 大到登月 什么航空啊等等 通通要靠算力 比方说现在双11啊 购物节又快要到了 你知道吗 你每次上网 点选一个放到你的购物车 或是把它结账 后面有多少的算力 当一个国家的算力越稳定 越密集越牢靠 你的物件可能就会越快到 对不对 你的这个就会越畅通 你购物的速度会更快 你的生活会更加便利 所以算力未来就是一切 这个国家的基础核心所在 那华为 你以为他只是一家手机公司吗 就不是 他不但是这个5G的设备公司 他现在也致力在这个基础的科学 算力上面 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 这也才是未来真正的王炸了 真正的王炸在这里 真正的决胜负的关键在这里 他要提升他的算力 所以就放在内蒙 内蒙这一题 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做一个报道 那请大家如果错过的话 记得去上网补看 然后帮我们点个赞 我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为什么放在内蒙 因为第一个他有国家 大陆的国家文件支持 所以他有政策的优势 另外他有气候的优势 因为内蒙的年均温 只有4度左右 很凉快 这么多伺服器要散热的问题 所以他的散热 可以节能减碳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他的电价也比较便宜 所以他也有运营的成本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 这个大陆东边 东部沿岸是特别的经济发达省份 他们需要极多的算力 那这些算力哪来 你说这个土地资源很贵 所以呢 现在各式各样的算力中心 都放在内蒙 内蒙现在是国家文件 支持的在这边建立算力中心 所以他也比较便利的地价 这个电价等等 支撑了这一块 所以叫做东树西算 那在这里绿电的比例呢 大概也高达65% 会变成中国东树西算工程里面 最强的绿色算力 另外一个就是华为的 Atlas这个900 它是一个AI的一个集群 那在这边呢 也可以说是全球算力的巅峰 其实很早就出来了 2020年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这个红点设计大奖 在国际间很红啊 对不对 它这个价钱很贵 大概我们看到这个Atlas900 大概是九位数左右 这还是人民币哦 之前一直讲王炸王炸 华为王炸 绝对不是一个手机王炸 怎么简单 丽将军讲一下在内蒙古搞大事 第一个好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网路 其实有三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计算 对不对 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用计算 比如说计算 我以军人来讲的话 就像是铁琼系统 有没有 它雷达真正的到以后 它可以知道它轨迹 然后用它轨迹里面 它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我要拦截你的话 我要打到什么位置 刚好你到那个位置 我可以打到你 这输入大概一秒钟 你就必须要算出来 你的发射角度在干嘛 这是运算 这个就是你要有传输的能力 我传的越快 我传的量越大 我一次可以传几GB 或者几MG来讲 我传的速度越快 我下载的速度越快来讲的话 对这个功能来讲 对这个网路来讲 它的重要性是很大的 所以说华为现在来讲 为什么要发展5.5G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传输速度很大 第三个就是储存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云端 其实有没有云端 我不可能存在天上 就像我们现在录影这个影片 存在哪里 就存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现在要做的伺服器 那这个伺服器 你看它现在只要有多 一百万台 那很可怕 那美国是哪几家公司 在做这个储存呢 就是我们讲的亚马逊 对不对 或者是说微软这些公司 他们的伺服器放在哪里 主要放在北高纬柱的地方 比如冰岛 美国来讲五大湖区 北边那边比较冷 那中国来讲的话 它现在选在内蒙 第一个就是 你刚刚讲的气候 这关系适度 我们知道 清朝皇帝经常说 夏天的时候它避暑 它到哪里避暑 擦哈台 对对对 在避暑 可见那边纬柱比较高 比较凉快 这第一个 它必须要有比较凉爽 气候比较那么热 不然的话它运算起来 那个电力是很耗电的 而且温度很高 所以我们现在手机经常 大家就在埋怨什么 有时候说这个手势 发热 因为它里面电在那边跑 那热越大的话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的耗电量越多 越多 所以说你 它必须要把这么多的伺服器 放在高纬柱的地方 利用它的天气的关系 让它能够降温 第二个 它的耗电量很大 你不要小看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 一个说什么挖矿有没有 这个挖 比特币那种挖矿 它们都没有几台机器在那里 然后去偷接电 然后一接那个 就是一家 省下几万块钱的电费 所以可见的那个计算机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数量很多的话 那耗电量是很大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最好要使用的是绿电 那大家要知道 中国来讲它现在发展 它所谓新三样 其中有一个就是太阳能 它太阳能 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新疆跟蒙古这些地方 在发展太阳能 那个做那个太阳能板 大概在新疆或者因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他们新疆我们都知道 属于说是高纬柱的地方 不但高纬柱 而且是这个中年 常年来讲的话 阳光日照都很充裕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发展它太阳能 它有这种太阳能 利用太阳能来发电 所以它绿电比例可以到65% 有太阳能的电 温度又够 然后再向华为的技术 它在这地方做这个伺服器 然后用这个伺服器 不管做储存或做计算来讲的话 对它来讲 天使地利都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最重要我觉得是人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任正非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那句话很重要 它我们华为是储存人才 不储存美金的 所以你看我们前两天不是讨论过吗 它这个一进去第15级的员工 薪资大概就是换算我们台币的话 年薪大概就百万以上来计算 所以它不会省这些钱 它把这些钱全部花在员工身上 它储存人才 那如果再加上这些人才 再加上这个蒙古那边 内蒙那个地方的天后 还有阳光日照的天时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都适合华为 在这个地方发展最先进的这种科技 AI计算 所以计算就是AI 我可以很快 一秒钟我就可以计算过很多的数据出来 其实对未来来讲的话 是很重要的一个 而且我们看到华为它没有上市 对不对 它没有上市就是 所以它的股票很多都是分红给这个员工 所以所有员工都是股东 大家一起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拼 所以上次上个礼拜我们公布 它的2023年的薪资表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最基础的那个 刚刚丽将军讲 折合台币百万 最基础的那个 最基础刚进去 那个还是没有分到股票的 可是他们 这个我必须要讲说 他们真的员工也很辛苦 对 很辛苦 你不要看那个 我们台湾台积电也是很辛苦 你说我们到新竹竹北那边 我就看那些员工工程师 他们有一些很特殊的行业 大概只有竹北才会有 比如他的幼儿园 他一直照顾到这小孩 吃完晚还帮小孩洗完澡 你爸妈妈下班回来 就把小孩接回家 大概多数已经到晚上七八点钟 才可以把小孩接回家 对 我知道 我有朋友在这边 我听到了很多血汗的故事 但当然啦 就是说你手上 如果有股票的话 你当然希望公司腾发 你自己可以分红分到好处 等于是在为自己的荷包打拼 那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力量 华为是所有中国力量当中 具体而为的缩影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